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一传言称英国脱公投可能推迟 黄金跌破1300大关 二英国亲欧盟议员遭遇袭击死亡 英镑大涨 三三民东京日联表示 公投前美元兑日元不要进一步下跌 大家好 今天是6月17日 星期五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现货黄金周四美式5盘突然下跌 金价跌破1300的关口 最低下跌至每盎司1283.30美元 因市场传言在预期的工党议员 Jaw Cox伤众不治身亡后 英国脱公投可能推迟 Jaw Cox是在一次会议中遇到两下枪击 一位芝加哥交易员称 人们对下周公投是否如期举行 表示怀疑 这也是黄金再度反映的原因 iTrader高级商品经济Bill Brock表示 这个悲剧新闻触发了一些获利回吐 然而这种超卖有些夸张 因为在下周公投前市场还是很繁荣的 北京时间3点01分 现货黄金报每洋次1285.80美元 下跌5.8美元 涨幅0.46% 根据BBC新闻 警方称在选区遭遇枪击和刺伤后 工党议员Jaw Cox已经死亡 英国银行称 央行行长卡尼原定于今晚的Mansion House演讲计划有变 议员Jaw Cox预刑案之后 卡尼将发表简短的演讲 该事件发生后 股市英镑出现小波上涨 市场寄望于该事件 或会令英国公投延迟 英镑对美元由跌转涨 交报道发布前波动约200点 现交投于1.4200上方 欧股跌幅收窄 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收窄 日内跌幅收窄至16.32点 欧洲斯托克50 德国DX 法国CC40指数跌幅均收窄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转正 道指盘初下跌120点或0.69%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分别跌0.74%和0.76% 三宁东京日联银行驻东京日本策略师 关护校阳诸四在言报中称 短期美元对日元会价 可能在102.50至105.50间交投 不过鉴于美联储和日本银行 均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在下周四英国偷公投之前 美元对日元很可能进一步下跌 周五压势盘中 美元对日元基本趋稳在104美元上方 暂报104.18 周四由于日本银行未能扩大刺激 美元对日元当天一度下跌1.8% 并刷新103.57的近两年来地位 欢呼校阳表示 日本出口商在月末临近之际 可能会卖出美元对日元 且日元资金外流未能提振美元对日元 他补充道 鉴于日本账户可能会审慎管理流动性头寸和风险 在英国偷公投前 日元抛盘可能会相当有限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